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个问题 关于会计分路到底怎么编制的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是 账户的对应关系还有会计分路 对应关系这个事非常简单 那主要就是会计分路到底怎么写 这我们一定要会 因为后续我们从第三章开始 学具体业务发生时 我们怎么样账户处理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会计分路 所以会计分路怎么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一个问题对应关系 账户的对应关系是指 采用借贷记账法 对每笔交易或事项进行记录时 相互账户之间形成的 应借应贷的相互关系 那么存在对应关系的账户 称为对应账户 还记不记得前面 我们在讲借贷记账法的概念时 我们说过了 我们要对于每笔交易 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相互联系的账户中 以借贷相当的金额进行登记 还记得吧 那么其中相互联系 其实就是在这笔业务当中 设计的账户 他们就是相互联系的 而他们之间形成的关系 我们就叫对应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 那这个业务我们看一下 银行存款在贷房是减少了 应付账款在借房 应付账款是属于负债的 在贷房增加 借房减少 那请问 能不能反推出来 这是一什么业务 银行存款减少 应付账款减少 这不就是我们以前欠别人钱 现在还了吗 是不是 这就是用银行存款 来偿还钱欠货款的 这样一个业务 那么在这个业务当中 银行存款和应付账款 他们两个就是相互联系的 他们两个之间就存在了对应关系 而这两个账户呢 就互为对应账户 比如说在该业务当中 应付账款的对应账户是谁啊 就是银行存款 那么银行存款的对应账户是谁啊 就是应付账款 那么当然 能不能说应付账款 一辈子只能和银行存款对应 那肯定不是啊 那如果是我买原材料了 我没给钱 那是一道原材料和应付账款 在这个业务当中 应付账款和原材料 就形成了对应关系了 那比如说你找了一男朋友 然后你们两个形成了对应关系了 你们叫互为男女朋友关系 是不是 然后过段时间你把它出来了 又换了一个 你就和新男朋友形成了对应关系了 你总不能既和原男友是有对应关系 又和新男友有对应关系 这个不行啊 一定是一对应的 然后看第二个问题 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呢 简称分录 是对每项经济业务 列示出应借应贷的账户名称 及金额的一种记录 会计分录呢 是由应借应贷方向 相互对用的科目 以及金额三要素组成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里面 我们到底要写什么东西 三个东西 一个是应借应贷方向 就借方或者贷方 这个呢我们叫方向或者叫符号都一样 第二就是相互对应的科目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会计科目了 还有就是这些科目的增减变动的金额 三个要素构成 那我们在写会计分录时 我们就得把这三个要素都得写全了 不能少任何一个 少任何一个这个会计分录就是不完整的 那么会计分录呢 是记载于记账凭证当中的 那到底什么叫会计分录啊 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前面呢都说了具体业务 比如说我接受投资一百万 我向银行借款一千万 我还了前面的欠款五十万等等 这些是我们用文字表述的一些具体业务 但是呢 我们会计是一个记录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 你不能说我在记账时 我就把这个业务描述给写出来 这个不行 这个太不专业了 我得用一种会计的专门的语言 来把这个业务的内容给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会计的专门语言 就是这个会计分录 而会计分录在哪里面 就在记账凭证里面 那什么叫记账凭证啊 我们发生业务之后 会取的一张原始凭证 这个发票 这个发票对应的 其实就是这个业务的内容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对这个发票进行整理 然后呢 要给它编制一张记账凭证 这个记账凭证 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要列出来会计语言 或者说 就要用会计语言 把这个业务内容 给它描述出来 那我们学习时 我不可能说 给你一些发票 让你做会计分录 也不可能说 给你一些记账凭证 让你填一填 那只能是 根据业务实项内容 我们就把相关的会计分录 给写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实际功证当中 我们根据原始凭证 发票 来填了一个记账凭证 那学习当中呢 我们是给你相关业务 让你做会计分录 两个是对应起来的 那我们看 这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分录 这个分录里面呢 库存现金在借房两千 银行通款在贷房两千 这是一个什么业务啊 能不能把它反推出来 库存现金银行通款 都是属于资产类的 增加在借房 减少在贷房 这个业务当中 库存现金在借房 说明增加了 银行通款在贷房 说明减少了 那什么业务是 现金增加 银行通款减少 不就是去银行 取现的业务吗 那这个业务就是 我去银行取现金 取了两千块钱 那这就是一个 简行的会计分录 这个分录怎么写的 注意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 先写借 后写贷 先写借 紧跟着 再把借房的科目名称 以及金额写出来 然后再写贷房金额 再写贷 后面紧接着 科目和金额 另外 上借下贷 那就是 一定要上面写借房 下面写贷房 你不能说 这一行里面 我前面写着借房了 后面紧接着写贷房 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业务呢 就是两个科目 没有别的 但是有些业务 它可能涉及到 三四个四五个 甚至更多 十几个会计科目 都有可能 你总不能把这些科目名称 全部排起来写吧 这个不行 所以一定要上下写 我们得知道每一个科目 它是具体的发生金额多少 这样写的会非常清楚 另外呢 我们为了分清楚啊 每一个分路 我们还要在贷之前 控一个格 我这边呢 因为是习惯性啊 我控两个格 其实都一样 这边借是一个字 是一个格 然后这边呢 一个冒号 是不是也是一个格 我习惯于控两个格 那你控一个也行 控两个也行 都可以 我是觉得对齐了 会好看一点啊 是这样的 那写的时候 前面要上下写 带着钱控一格 那你如果不控格 会出现什么结果 那就是如果分路很多的话 这些业务在一块 分路很多 你都这样对齐了写的话 你可能分不清楚 哪几个科目 是一个分路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 贷之前要控一格 要明确的分击处 分路与分路之间 到底是什么界限 最后呢 根据既然规则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我们借方金额合计 应该要等于贷方金额合计 这是会计分路的写法 要会写啊 那么第二个问题 会计分路的分类 按照所涉及的科目 或者账户的多少 会计分路呢 分为简单分路 和复合分路 那么简单分路就是 只涉及两个科目 或者账户的 这两个科目 一个是在借房 一个是在贷房 所以简单分路是指 只涉及一个借房账户 和另一个贷房账户的 会计分路 它的形式就是 一借一贷 这个一就指的是 会计科目的数量 一个借房科目 一个带房科目 这叫简单分路 那么复合分路 就是有两个以上 对应账户组成的会计分路 这个两个以上 就不含两个了 也就是它至少是三个 是不是 你可以说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 对应着账户组成的分路 是复合分路 那也对 那么它的形式就比较多了 一借多代 就是借房是一个科目 带房是两个或者三个 或者更多 这叫一借多代 还有就是借房是多个科目 带房是一个 还有借房带房 都是多个 这叫多借多代 这是会计分路的分类 我们现在基本上 现在我们学的 都是一些简单的 一借一代的 那么以后 到了第三章第四章 往后了 你可能会学到一些 一借多代 多借一代 还有一些是多借多代的 就一比一物非常复杂时 我们可能要写一些 多借多代的会计分路 我们看这个分路 借原材料4000 带你银行通货4000 请问 能不能反推出来 这是一种什么业务 我们先分析分析 这个业务 原材料是资产类的 在借房表示增加了4000 银行通货也是资产类的 在贷房表示减少4000 那什么业务 会引起原材料增加 银行通货减少呢 那很明显 就是我们拿原材料 拿银行通货 去购买了原材料 是不是 而这个呢 我们就叫一借一代 借房一个 贷房也是一个 那么再看这个 借原材料 假材料3000 银材料5000 带银行通货8000 这是我拿8000块钱 银行通货 购买了两种材料 假材料是花了3000 银材料花了5000 请问 这是一个简单分路 还是复合分路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我们所谓的这个1 还有多 到底指的是总分类科目 还是明细分类科目 记住 这里所说的1或者多 指的是总分类科目 也就是说在这个业务当中 总分类科目只有一个原材料 但明细分类科目 有两个 如果你要总分类科目来分的话 它就属于一借一代 如果按明细分类科目的话 那应该是多借一代 是不是 我们所说的1或者多 指的是总分类科目 所以这个业务 依然是一借一代的 这个别搞错了 好了 再来一个 借原材料6000 中原材料2000 带银行通货8000 意思就是我拿银行通货8000 购买了原材料 也购买了周转材料 原材料6000 周转材料2000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借一代的会计分类 是吧 再来一个 借原材料6000 带银行通货4000 应付账款2000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买的还是原材料 增加了吗 在借方 金额是6000块钱 但是我现在只给人家4000 说明我银行通货是减少了4000 还有2000没给 不就欠人家2000块钱吗 我记不到 应付账款2000 是不是 这是一个一借多代的会计分类 这个分类要理解 到底是什么业务内容 我们要形成这样一种能力 就是既要从业务内容 然后做出会计分类来 还要从会计分类 能反推出相应的业务内容来 因为会计分类本身就是 业务内容的一种简化体现 下面提示一个问题 富士会计分类 实际上是由若干简单分类 复合而成 但为了保持账户对用关系清晰 一般不应把不同经济业务 合并在一起 编制多借多代会计分类 也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能把一些简单的会计分类 把它合并起来 把它变成一个多借多代会计分类 那么什么叫会计分类合并起来 比如说以这两个业务为例 这边是借原材料 这边是借原材料 我可不可以把它们合起来 可以啊 没问题啊 那合起来之后 借方是几个 两个 一个原材料 只不过金额变成了6000和这个6000 12000了 还有一个是 助原材料2000 所以借方是两个科目 而代方呢 代银行送款8000 这边代银行送款4000 应用付账款2000 那么代方是不是也就是两个科目啊 一个是银行送款 应用是12000 还有一个应付账款是2000 是不是 这是分录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当然分录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解 比如说 你这个 这个可以分录吧 这个可以分录 怎么分解啊 先看清楚他们的对应关系 原材料和他们两个对应 是不是 所以啊 分成借原材料4000 代银行送款4000 然后另外一个 借原材料2000 代银行送款2000 是不是 就原材料 既对应银行送款4000 又对应 应付账款2000 你就把这对应关系分成两个就可以了 这是分录的分解以及合并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不同业务的分录合并在一起编一个多计多的会计分录呢 我们看这样有例子啊 这是借原材料4000 代银行送款2000 库存金2000 意思就是啊 我买了一批原材料 一共4000块钱 这个钱怎么付呢 先用现金付了2000 然后不够呢 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哎 又转了2000 就付款方式 有两种 而我下一笔业务呢 我又买了一批原材料 一共花4000 这笔钱 全部用银行数码支付的 这是两笔业务 对不对 现在呢 我把这两笔业务 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之后 借放有两个 原材料4000 周转财料4000 对吧 借放两个 然后贷放也是两个了 银行通款有6000 一个2000一个4000嘛 库存现金2000 所以变成了贷 银行通款6000 贷库存现金2000 只是把分路合并起来了 那么合并起来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啊 在这两个业务当中 如果做两个分路 那么对应关系 是非常明确的 也说我买这个原材料 我怎么付的钱 它的来源是什么 银行通款有2000 库存现金也有2000 那我买这个周转材料 它的来源是什么 都是银行通款 所以对应关系非常明确 那么这个业务的来龙去脉 就很清楚 但合并起来之后 借放这两个 带放这两个 那我请问 如果前面没有这个分路 你知不知道 这个原材料4000 我到底怎么付款呢 是全部用银行通款付款的 还是银行通款付了3000 库存现金付了1000 还是银行通款付了2000 库存现金付了2000呢 你就搞不清楚了 也就是这个原材料 我到底用什么付款的 不清楚了 这个周转材料 我用什么付款的 我也搞不清楚了 那说明 如果合并起来之后 它对应关系 清晰还是不清晰 不清晰了 既然不清晰了 那么就搞不清楚 它的来龙去脉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能把不同业务的分路 合并编制成一个快捷分路 这个不行 原因就是来龙去脉不清楚了 当然 这边说的是不同的经济业务 合并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同一笔业务 的确比较复杂 我的确要编多计多的快捷分路 可不可以啊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就是这一笔业务 是一样的是没问题的 但不同业务 你是不能合并的 看计算题 编制下列业务的快捷分路 假设呢不考虑增值税 等其他因素影响 这里面呢 可能有些业务呢 会是一道税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刚学嘛 所以不要搞那么麻烦 先不考虑增值税 这些业务内容 其实我们前面 也就反反复分析了好几遍了 先看第一个 假公司向银行借款200万 七千亿年从银行 做快捷分路的步骤 第一步先确定 这个业务当中涉及什么科目 先确定啊 借这个钱 我是不是从银行了 所以涉及到一个银行存款 涉及到这个科目 那么第二就是 我向银行借这笔钱 期限只有一年 请问 小于等于一年的 我们叫短期借款 还是长期借款 小于等于一年的 我们叫短期借款 所以还涉及一个短期借款 对吧 这是两个科目定好了 然后再找什么 再找就是 这个科目的增加 还是减少 我借了钱之后 钱从银行了 那我请问 我的银行存款 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增加了 那还有一个 短期借款 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增加了 因为你以前没有借吗 现在借了 是不是短期借款 也增加了 这是第二步 确定科目 确定科目的增减 你可以把它合成一步 也可以 确定好科目之后 直接定好这个科目 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 搞清楚 这个科目的增减 我到底记不到借方 还是贷方 银行存款 是资产类的 增加 是不是应该是 写在借方 银行存款 是在借方 短期借款的 是负债类的 它的增加在贷方 所以短期借款 增加了 我应该写在贷方 它始终要遵循 有借必有贷 借贷币仙等 是不是 这是第三步 第三步完了之后 这个分路基本上 我们就做完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 确定金额了 金额相等 都是两百万 对我看一下 符不符合 记账规则 符合就没有问题 借银行存款 两百 贷 短期借款 两百 别忘了 这个写法 先写借 后写贷 上面借方 下面贷方 贷之前 空一格 那么至于你这个科目 和金额之间 到底空几个格 这个没有规定 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你空到最后也可以 我们很多老师都在这边对齐了 我是习惯于这边就空一个 拳脚的空格就可以了 因为我会把节省出的空间 用来写其他的文字 所以说老师你这边没对齐 没关系 你想对齐你就对齐 你不对齐没关系 那么另外我们再反过来 这个业务引起了什么变动 银行通款是资产类的 增加在借房 对吧 所以银行通款在借房 表示资产增加了 短期借款是负债类的 增加在贷房 所以既然它写在贷房 肯定是负债增加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些业务 就是给我们一些业务内容 让我们判断一下 它引起了资产负债投入权益的 什么变动 那么我们在现在 还没有学分路的时候 你分析起来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要从业务本质去分析 但是一旦是你会了 会计分路了 你只要把会计分路写出来 这里面涉及什么科目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所以从会计分路去分析 这个业务到底引起了什么变动 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这也是我们后面 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如果涉及一些 比较复杂的会计分路时 它到底涉及到 什么资产负债投入权益 哪个变动了 那么你就可以先写分路 然后再根据分路去判断 就可以了 第二题 假公司接受 以公司投资固定资产一台 价值五算 这是接受别人投资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都是直接接受的是 钱 那么银行通货 你肯定增加了 现在 他给我投的不是钱 是固定资产 你不管给我钱也好 给我固定资产也好 那肯定是我的 资产增加了 是不是 那所以和前面接受投资的是银行通管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按部署来 第一步 先确定这里面有什么科目啊 那给我投资的是公寓资产 所以我的公寓资产不就增加了吗 所以公寓资产增加了 另外还有一个 我接受别人投资啊 我如果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那很明显 我要我的实收资本增加了 所以还是一个实 收资本 这个实收资本也是增加了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我们干完了 确定科目 确定科目增减 干完了 第三步就是确定一下 这些科目的增加或减少 到底是在借房贷房 固定资产增加了 在借房 你们是资产类的吗 实收资本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的 增加是在贷房的 最后找金额 50万 那答案出来了 借银资产50万 实收资本50万 这个业务呢 引起了资产增加 所有权益增加 第三个业务 假公司购入原材料一批 价款1000万元 用银行通款支付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因素 这是用银行通款购买原材料 第一步还是确定 这里面有什么科目 第一个银行通款 第二个原材料 第二步确定增减 用银行通款来付钱 银行通款是减少了 我购入原材料了 所以我的原材料增加了 然后再确定 他们是在借房贷房 他们两个都属于资产类的 增加在借房 减少在贷房 所以应该是借原材料 贷的是银行通款 而金额都是1000万 分识出来了吧 最后千万别忘了 检查检查 把借房金额等不等于贷房金额 就是检查一下 是否符合记账规则 有借并有贷 借贷并钱等 第四 假公司 已到期的应付票据200万元 因无力支付 转为应付账款 这些就是用一笔债务 来抵另外一笔债务 是不是 应付票据到期了 商业汇报到期了 没钱还 那既然这个票据到期了 你没钱还 票据肯定是失效了 无效了 然后你要把它转成应付账款 所以设计的科目 一个是应付票据 一个是应付账款 而应付票据转成应付账款了 所以应付票据减少了 应付账款增加了 他们两个都属于负债类的 所以增加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答案出来了吧 借应付票据200 带应付账款200 而这个业务呢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负债类的 所以是属于负债内部的 一增一减 第五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30万元 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这是拿银行存款来还借款 这个借款 听门都说了 是属于长期借款 所以里面设计的科目 一个是长期借款 一个是银行存款 下一步 长期借款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你已经还掉了 还掉了不就没有了吗 所以应该是减少了 拿什么还的 拿银行存款还的 所以银行存款也减少了 银行存款是资产类的 减少是在贷房的 长期借款是负债类的 减少在借房 所以分路是 借长期借款30 贷银行存款30 最后再看一下 借房金额 是否等于贷房金额 而这个业务呢 长期借款在借房 表示负债减少 银行存款在贷房 也表示资产减少 第六 公司股东撤资 以银行存款 退还期原出资额500万 这个呢 其实是和接触投资 正好相反的 也就是说 他当时呢 给我投了500万 现在他撤资了 那我就把这500万退给他 是不是 我现在退给他了 说明我的银行存款 是减少了500万 另外呢 我企业里面没有这个股东了 说明我的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减少了500万 我是把他原出资额 退他了 原来他给我出资史 我记录什么地方了 记录到实收资本了 是不是 那现在就是他退资了 我就把实收资本 给他充减掉就行了 所以这里面是一道银行存款减少 还有一个是 实收资本 也减少了 银行存款减少 他在贷房 实收资本减少 在借房 所以分了出来了 借实收资本500 贷银行存款500 而这个业务呢 引起了资产减少 还有所有者权益减少 第七 公司宣告向投资者分配现金股利100万元 这个呢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了 分配现金股利 就是告诉你 我要给你们分这么多钱 但钱给没给啊 他没有给 所以涉及到一个应付股利 还有什么 我分配的股利从哪里分呢 从净利润里面分的 是不是 就是本贷利润里面分的 那本贷利润呢 我们不能用于分配 我要把本贷利润 装到利润分配这个碗里面才能分配 所以啊 利润分配 减少了 那这里面呢 涉及到这两个科目 应付股利和利润分配 我只是告诉你 我要给你分红分100万 钱没给 所以涉及到应付股利是增加了 从哪里分的 从利润里面分的 那就是利润分配 减少了 应付股利是属于负债类的 增加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所以应该是贷应付股利 利润分配呢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的 也是增加在贷房 减少在借房 它减少了 是不是就是借利润分配啊 那翻路 借利润分配100 带应付股利100 好了 这边我再加一个 我现在是我告诉你 我要给你分100万 钱还没有给你 下个月 我用银行存款来支付这个股利 那你说分路怎么多啊 就是支付股利时 这个分路怎么写 先想 我用什么支付的 肯定是钱啊 是不是银行存款啊 是一道银行存款科目 还有什么 我如果支付这个股利之后 我应付股利有没有了 没有了 是不是还是有了一个应付股利啊 那么银行存款肯定是减少了 你拿钱付了吗 银行存款减少了 另外原来我有应付股利 我是欠别人的股利没给的 现在我给了 应付股利 是不是就减少了 没有了 所以应付股利也是减少 而应付股利是属于负债类的 增加在贷方 减少在借方 所以应该是借 应付股利 银行存款减少 它是资产利的 所以减少的是在贷方的 所以贷 银行存款 然后把金额写上 100 把这两个箭头去掉啊 分路里面没有箭头 所以出来了 借应付股利 100 带银行存款 100 在宣告分配时 应付股利是增加了 实际发放时 应付股利啊 减少了 看懂了吧 第八 公司批准将所欠 以公司获款200万 转为失收资本 这就是 这公司呢 欠了以公司 卷了200万 获款200万 就是应付账款 有200万 现在还不上了 然后改成了 以公司 给我们公司 投资了200万 这是我们先把分析过了 负债是减少了 所有的权益 是增加了 对不对 好了 先找科目 一个是 货款 没付的 我们叫应付账款 还有一个是 失收资本 第二步 确定增加变动 应付账款 要不要还了 转成失收资本之后 应付账款不要还了 所以减少了 但是我们且多了一份 股东 多了一个股东 对不对 多了一个股东 多了一个失收资本 所以失收资本 增加了 负债收入权益 增加在贷方 减少在借方 所以应付账款 是减少 失收资本 是增加 那在贷方 所以借 应付账款200 贷失收资本200 而这个业务 在引起的是 负债减少 所有权益 增加 第九 公司经批准 将资本公积 400万元 转为资本 这是把资本公积 转成资本 这个资本是什么东西来着 是不是就问 那个失收资本 所以其实就是把 资本公积里面 拿出400万里面 拿出400万 把这400万 转给了失收资本 那很明显 世界道的科目 一个是资本公积 一个是失收资本 而资本公积呢 是减少了400 失收资本 是增加了400 他们两个 都属于收入权益 所以资本公积 减少了 我们是在借房的 失收资本呢 增加了 我们是在贷房的 所以借 资本公积400 带失收资本400 而这个业务呢 是属于所有者 群内部的 一增一减 好了 这是九个业务 这九个基本业务类型 其实对应的 就是我们前面 讲经济业务的发生 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那九种类型 这些基本业务类型 一定要会做 一定要通过这些 基本的业务 来掌握我们会计分路 编制的一些基本步骤 一定要收点掌握 当然到了后期了 到了以后 你学完了资产 你这些步骤 其实都很简单了 我们直接根据业务 不用经过这么一部分析了 直接就把答案 把分路写出来了 我们最终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把业务内容 看完了之后 直接是把分路写出来 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但是我们现在刚开始学 所以具体怎么做分路 我们还得一步一步来 判断题 复合快捷分路 是指 由两个对应账户 所组成的快捷分路 复合分路 包括了一介多代 多介一代 还有多介多代 那么你要多 就说明它至少要三个账户 是不是才可以 所以不是两个 应该是三个或三个以上 答错了 下列属于复合快捷分路的是 A 一介一代 B 一介一代 C 多介一代 D呢 生产成本有两个代元材料 这是不是还是一个 一介一代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一或者多 指的是总分类科目 不是明细科目 答案是C 单考题 下列快捷分路中 属于简单分路的是 那这种题目就是送分的 一介一代 BCD都是属于复合分路 答案选A 单考题 2019年6月1日 甲公司负债总额 1000万元 6月份 以银行通款归还 短期借款200万元 收回前线货款50万元 运收设备租金100万元 不考虑下因素 2019年6月末 甲公司负债总额多少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们前面 在讲完账户结构时 我这个题目呢 已经做过了 为什么这边还来一个呢 因为 用前面说的方法是可以的 我们直接把快捷分路写出来 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题目呢 做题的思路就是 知道期初了 让我们算期末的 那么就看一下 本期这些业务 对负债的影响 是多少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就是给你们业务内容 判断一下 它运起负债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然后再算出 期末余额就可以了 但是知道 怎么做快捷分路了 那这种题目就非常简单了 直接把这个业务啊 把它分路做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 账户到底在借方 还是在贷方 最后把余额找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呢 我们再用分路再做一下啊 相关快捷分路是 第一 偿还短期借款200 这个业务当中 涉及到银行通款减少 短期借款减少 这是还钱嘛 负债和银行通款都减少了 银行通款减少 在贷房 短期借款减少 在借房 所以借短期借款200 贷银行通款200 对吧 而这个业务呢 引起了负债减少200 资产减少了200 还有下一个 收回钱签货款50 我这是收回钱签货款 意思就是啊 我以前卖给别人批货 我当时没有收 现在收回来了 那么当时没收时 我其实是记不到了 应收账款了 现在钱回来了 那其实就是把应收账款 转成了银行通款了 对吧 所以啊 应收账款是减少了 银行通款增加了 所以借银行通款50 带应收账款50 这没问题吧 那么第三个 预收设备租金 借银行通款100 带预收账款100 这个业务引起了 负债增加100 资产增加100 那具体我就不分析了啊 你自己如果说觉得这个业务 还不太会分析的话 那带自己好好分析分析 我们前面也讲了好多遍了 那这是分数写完了 分数写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账户怎么画 我们就以总的负债为例 在这个业务 有一个负债 短期借款在借房的 对吧 就写在借房200 那这个1000 就是它的基数预额了 然后这个业务 发生完了之后 是不是在贷房 又多了一个负债 预议收账款啊 再说一遍 这个1000 是负债基数预额 这个200 是本期的 负债减少额200 是还了短期借款吧 这边呢 是增加了100 在贷房 所以借房合计200 贷房合计1100 相提之后 余额在贷房 9500 所以整个期末 负债余额就是9500 看到了吧 这是我们用分录来做 分录做完之后 画个停账户 当然你不画也能做出来 你画的话 就可能更清楚一点 那么因为在前面分录里面 每个业务 它到底引起什么变化 我就写完了 第一个业务 负债减少200 第二个业务 负债没有变化 第三个业务 负债增加100 所以整个本期的变动额 负债减少200 增加100 其实合计起来 就是负债是净减少了100 原来是1000 减少了100 不就剩了900了吗 是不是 所以呢 负了分录之后 我们前面很多问题 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项 联系题 某企业 2019年12月初 资产总额是1000万元 12月份 购买原材料50万 款未付 从银行提起现金20万 收到股东投资专利权以下 入账价值100万 不考虑提债因素 那该企业 2019年末 资产总额多少 前面我们做的都是负债 这边告诉我们资产的期出余额了 又告诉我们发生一些业务了 让我们算期末余额 这个思路和前面都是一样的 就找一找 本期发生的这几笔业务 它对资产的影响了多少 这个题目的要求 一方面你要把答案做出来 第二就是 把这几个业务 设计的会计分录写出来 主要包括三个 购买原材料50万 从银行提笔现金20万 收到投资专利权以下 100万 把分录做出来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 去亲手做分录 是不是 所以这种题目一定要做 那再看第二题 某期2020年12月 购买原材料一批 价款500万元 以银行从款支付400万元 余款暂欠 假设不考虑增值税等一度 要求编制该业务的会计分录 那还是会计分录的题目 这个业务呢 你要按照我前面说的 那个步骤一步来 先分析分析这里面有什么会计科目 原材料 然后银行从款付了400 还有一个银行从款 还有剩余的款项 担欠没给 买东西没给钱 不就是应付账款吗 所以三个科目订好了 原材料 银行从款 应付账款 然后再确定一下 每个科目增加还是减少 再确定 他们增加或减少 在借房还是贷房 然后把对应金额 再写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分录我们前面 其实接触过了 但是我要求你 给你这个题目 自己再写一写啊 好了 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讲了会计分录的编制 以及会计分录的分类 那么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训练 我们做分录的这种基本技能 那么前面 我们讲了 一种酒类基本业务 那么这酒类基本业务呢 建议大家 把这些分录啊 自己写一写 然后就是最后两个题目 虽然说一个选择题 一个计算题 那么选择题 我也要求了 让大家把分录写出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虽然入门比较难 但是一定要坚持的去入门 入了门之后 你会发现 会计不过是一层窗户纸而已 戳破了 就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了 好了 我们这一讲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